好 好,那 因為一直說話其實會有一點點煩躁 那我就先 再來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這首歌叫做《兩個兄弟》 《兩個兄弟》穿著灰色的大衣 坐在新奇的銀座車廂裡 這是一輛即將迷途的列車 從下著雨的石頭城裡開出來 哥哥說弟弟你看 我們像不像是斷了線的風箏 哥哥說弟弟你看 我們像不像是斷了線的風箏 拉拉... 穿着灰色的大衣 坐在新奇的营作车厢里 这是一辆即将迷途的列车 从下着雨的石头城里开出来 弟弟说哥哥你看 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弟弟说哥哥你看 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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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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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谢谢大家 好那那个我就那个 还好吗大家前面两首歌 有点太严肃了一点不好意思 那还是要那个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动 就正式开始 前面我都是在跟大家打赛而已 好那那个 今天呢还是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管你在铁花村的哪个地方 你只要有听到声音的 也拜托大家也都可以靠过来这边 我们有好消息好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是六周年明信片发表会 好那那个我今天也是投影片手 我自己cue自己下一张 好 好